没想到2020东京奥运延期 竟然又跟阿基拉中一幕 写着终止霸的东京奥运倒数看板相呼应 神预言话题又再度在网路上 大爆发啦 说好天机不可泄露 怎么电影里有超多跟现实那么像的预言呢 今年疫情的影响 让网路上许多自称为时光旅人的预言 被网友们翻出 以传染病为题的很多电影情节 比如流感 全境扩散等等 也跟现实疫情发展不谋而合 而2013年东京击败各国大臣 拿下奥运主办权时候 这个跟1988年日本动画电影 阿基拉神4的结果 已经掀起一波影视神预言的议论 没想到2020东京奥运延期 竟然又跟阿基拉中一幕 写着《终止吧》的东京奥运倒数看板相呼应 神预言话题又再度在网路上 大爆发啦 跟现实相似的可不只是这些受到热议的电影 就让国际开箱帮你盘点更多 有神预言情节的影视作品吧 1989年的电影《回到未来》曾经预言 美国职棒炸联盟的芝加哥小熊队 将在2015年打破永远拿不到世界大赛冠军的 百年山羊魔咒 没想到小熊队真的在2016年 夺得睽違108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跟电影预言的只差一年 这个神预言等级是三颗星 1993年的超级战警电影中 西威斯史特隆饰演的约翰·史巴顿 被送进监狱时看一看囚犯名单 名单上第二个名字是史考特·彼得森 史考特·彼得森很有名吗 他在1993年确实默默无闻 把时光拉到了2002年 彼得森可是轰动全美的杀妻案 雷希·彼得森谋杀案的主嫌 这个事件还被写成畅销小说证人 这个神预言等级是3.5颗星 超级马力欧兄弟 可是丁冠有名声 丁冠出名的任天堂超级明星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1993年曾经推出 超级马力欧兄弟真人版电影 虽然当年他的电影票房与评价 让人好想在上面写个惨字 但是克莱德的报导曾经提到 电影中其中一幕画面 G42001年发生的 911双子星攻击事件 这个神预言等级是4颗星 还记得威尔史密斯 在1998年电影《全民公敌》里 被无所不在的监视器网 逼得四处躲藏逃跑 个人隐私被国家滥权侵犯吗 不记得的话 2003年中国正式启动的 金顿工程会让你想起来 这个计划名义上是为了提高 治安维护效率 实际上却是全方位的网路封锁 和监控人民系统 这个神预言等级是5颗星 最后怎么可以不提 神预言界的No.1 AKA神预言制造机的 美国动画影集 辛普森家庭 其中最出名的例子 就是在2000年第11季的剧情中 神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根据不负责任 世界眼镜销售报告指出 2016年川普当选当年的眼镜销售量 怒升8个百分点 因为太多人跌破眼镜啦 但辛普森家庭神预言的 可不止川普当选 2008年某集 主角河马在总统大选时 透过投票机投给欧巴马 却因为机器故障 变成投给对手 相同情节 在2012年美国大选真实上演 部分选区的投票机 发生故障 导致本来要投给欧巴马的票 却被分给别的候选人 还有更多神预言 像迪士尼收购福斯 伊波拉病毒爆发 都来自辛普森家族的剧情 族返不及被载 这个神预言等级要爆表啦 辛普森家庭主创团队受访时 曾经谦虚表示 编剧创作的灵感 其实就来自每天发生的世界大小事 辛普森家庭的剧情 对未来做了很多预测 当这些预测数量够多的时候 就很可能有10%猜中的机会 在某些层面上 他们也确实变成了某种未来学家 当编剧根据生活大小事 以及数据与调查研究 让预测事件的功力 修炼到绝对领域99%的时候 可不只是在电影中 安插一个神预言而已 例如2015年的香港电影10年 几乎全片的剧情都是神预言 最终预言了共产党同志后的香港 将会如何变化 而真实世界中的香港 也确实如电影的呈现的形形 变化当中 电影中的预言真的神 有些可能是巧合 有些可能是创作者 真的是时光旅人看过未来 有些可能是创作者们 利用实际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合理推测而来 不管是哪种可能 最重要的是观众们在看电影之余 还拥有了挖掘神预言的乐趣 你认为还有哪些经典影视作品 神预言 没被这一集国际开箱提到呢 请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Line Today 和关键评论网合制的国际开箱影片 不要忘了下方点开心 分享给更多朋友 一起看电影聊议题 每双周四 11点Line Today的国际分类准时上线 也请将Line Today官方账号订阅起来 芯片推播 无错过